可能现在刚说到神经网络,咱们理解起来有些困难,因为神经网络一听这个词显得逼格比较高,或者说显得有一些给我的一个低感觉,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,但是大家不要害怕,咱们来讲神经网络会把神经网络分成几个不同的知识点, 就是说先把神经网络进行一个拆分,拆分成很多个细小的模块,在这些细小的模块下咱们再来逐一的去解决,首先第一步咱们有一个输入,就是这个小猫瞪着眼睛在瞅你,这个小猫它是有一个大小的,它就是一个32乘以32乘以3,32乘以32是它的一个长额宽吧,长额宽都是32的,然后呢这个3是说它的一个颜色通道,颜色通道它也是等于3的,就是一个彩色图, 对于彩色图它颜色通道等于3,对于灰度图来说它的颜色通道就等于1了,现在这个图它是一个RGB三个颜色通道的,那我现在就是说想要做一个传统的分类任务,就是说有一个输入来了,然后呢现在不是有输入吗,我想找一组比较好的一个权重参数W,使得呢当前这组权重参数能够使得,哎我最终得出来一个当前这个输入啊, 它是属于每一个类别的得分值,注意点,我现在要找的是一些权重参数,一些权重参数,而不是一个权重参数,最终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,比如说,咱们现在想得出来它属于0这个类别,1这个类别,2这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啊,注意点是得分值, 我们现在希望有一张输入,有一张输入完之后呢,我们用这样一组权重参数跟输入进行一个组合之后,我们就可以得出来当前这个输入啊,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别,或者说属于某一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了, 那么这个东西啊,是怎么样去做的呢?咱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啊,再给它用矩阵的形式,给大家再来形象的说一下, 假设说咱们现在有一个x,我们看这一个x它现在是什么,这就是咱们的输入吧,它是一个32乘以32乘以3的,也就是32乘以32是等于,等于多少不算了,然后再乘一个3,它就是等于3072吧, 我们先把这样一个3072个像素点,给它进行一个拉伸,就是说我先给它转换成一个列向量,注意点,现在我把这个x给它转换成了一个列向量, 它就是呢一个3072再乘以1的一个矩阵,那我现在我最终的结果是什么,我们来倒着推啊,我最终的一个结果,它是不是一个, 我们要得出来每一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啊,就是说我现在想得出来了,它属于1这个类别, 属于2这个类别,中间点点点点点点,属于10这个类别,得出来它属于每一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吧, 那最终的结果,我希望得出来这样一个10乘以1的一个矩阵,是吧, 所以说呢,咱们现在就去想一想,我什么样的权动参数啊,跟咱们当前的这个x进行组合之后, 能够得出来这样一个10乘以1的呢,那么显然就是说,咱们来看就是一个矩阵相乘, 这块是一个w嘛,w乘上一个3072乘以1等于10乘以1,那么w肯定就是等于一个10再乘以3072的吧, 因为来说咱们现在有3072个像素点,对于每一个像素点来说呢, 我都需要这样一个小的权重参数与其进行一个组合, 比如说这块有一个x1,这块有一个x,这块比较小一些的, 这块有一个x2,一直到最后有一个x3072,那咱们x有3072个像素点, 是不是说,我现在构造的w也需要有3072个像素点啊, 就是说,我现在在这里有一个w1,然后这里有一个w2, 一直需要有w3072啊,那咱们现在这3072对应什么, 现在这3072对应的就是说,属于一个类别吧,我们注意点, 一组权重参数,我们可以跟x组合完之后,得到一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吧, 因为一组权重参数,它是这样一个航向量啊, 这样一个航向量乘上这样一个列向量,等于一个唯一的得分值吧, 那我现在希望得出来10个得分值,怎么办呢, 咱们就有10个航向量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吧, 这样一个10个航向量,每个航向量是3070, 每个航向量里边有3072个小的权重参数, 那最终这个w的参数,它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10乘以3072的,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10乘以3072的一个权重参数, 跟咱们的一个x,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像素点进行组合完之后,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最终的一个结果吧, 最终有一个10乘1,是一个属于每一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, 然后呢,我们来看啊,右边我加上了一个b, 右边加上一个b啊,就是说我现在啊,就是跟咱们传统啊, 这样一个线性方程是差不多的,它是一个wx再加上一个b的操作, wx再加上b啊,这个b呢多少呢,这个b它就是等于10乘1的, 因为咱们最终啊,是想得出来10个类别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得分值吧, 所以说这个b它就是一个10乘1的, 那么现在啊,给大家先来形象的解释一下啊, 如果说咱们用矩阵去算这样一个线性分类的话, 这些矩阵里边每一个元素都代表一层什么样的含义的, 然后啊,咱们再来形象的看一下,举了这样一个例子, 举这样一个例子啊,就是说咱们现在有一组权重参数w, 它是一个3乘以4的吧,3乘以4说明什么, 说明咱们的一个书数据,它是有四个相数点吧, 我们看,咱们的一个xi就是假设说这个猫, 我把这个猫给它分成四份吧, 这一块是1,这一块是2,这一块是3,这一块是4, 它有四个相数点,第一个相数点,第二个相数点,第三个,第四个, 所以说它是一个4乘1的, 我们把当前这个图像进行了一个变换, 变换成了一个4乘1的矩阵,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, 然后呢,对于当前的这个相数点, 我们要用这个权重参数w,与其进行一个组合吧, 与其进行组合,我们看, 第一行乘以这个列,得出来了一个第一个值吧, 再加上一个b, 那咱们现在要来观察的, 就是说,在咱们的权重参数里啊, 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值啊, 这些值是有正有负的, 我们来看,有些值它是比较大的, 可能等于一个1.5,有的等于2.1, 有些值是比较小的,可能是0.1,0.2, 那么这个值的大小意味着什么, 这个值的大小就意味着当前这个相数点, 我们看,这里每一个值是不是都要跟一个唯一的一个相数点, 进行一个乘外操作啊, 比如说0.2就跟这个56进行相乘的, 1.3它就会跟这个231进行相乘的, 每一个权重参数, 都会跟咱们当前的一个数据点进行相乘吧, 进行相乘, 我们看,大的相数点, 我们会得出来一个大的值, 小的相数点, 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小的, 不是,大的权重参数啊, 我们会使得最终的一个结果值偏大, 小的权重参数值, 我们可以使得最终的一个结果偏小吧, 也就是说啊, 如果说当前这个模型认为着某一个相数点, 它的一个影响程度会比较大, 我们就把它的一个值设得比较大, 如果说当前这个相数点影响程度比较小, 可能它的一个值就是比较小的, 不光有这样一个大小值分吧, 还是有这样一个正负值分, 我们看, 这里有些值, 它是有些值正的, 比如说0.25, 有些值是比较负的, 是等于负0.25, 就是说当前这个相数点, 对于最终的结果, 不光它是能有一个产生多大的影响, 还会产生一个正负的影响吧, 它到底产生了一个积极的作用, 还是产生了一个消极的作用啊,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正负号来进行表示的,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权重参数啊, 它是由什么来进行组成的, 那最后是不是说我得出来了一个得分值啊, 就是说现在我对于当前的一个输入, 我得出来了三个分值, 咱们来看, 对于猫这个类的得分, 它可能是负的96.8, 然后呢, 对于狗这个类的得分, 它可能是437, 然后对船这个类的得分, 它可能是61.95, 那现在有了三个得分值, 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判断, 当前咱们的输入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, 一个类别啊,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, 我们就来比一个大小, 我们说现在不是说他们在争相的进行一个比较吗, 在争相进行比较的时候啊, 我就希望得出来最终谁是获胜了, 在这里啊,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假设, 就是说, 咱们现在得到了三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嘛, 我们说哪个类别得分值比其他类别都大, 我就说当前的这个输入啊,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类别的, 比如说在这里, 我们看猫的是一个负的分, 然后狗的是一个437, 船的是61, 那谁大啊, 狗这类得分最大, 我们就说当前的这个输入, 这个小猫, 它属于狗这个类别, 显然, 显然我是分类错了, 但是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, 我们最终预测结果就要看谁的得分值高, 得分值高, 它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值, 我们下一次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